中国女兰滞留欧洲后 李梦深夜打破沉默发生 姚名意外 穷名落泪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亮仔聊球 我是亮仔 如果你喜欢亮仔的视频 别忘了给我点点赞和关注 谢谢大家的支持 和这个点赞 接下来呢 言归正传 还带来说一下 最近中国女兰滞留欧洲之后呢 主力接连发文表态的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知道目前呢 我们中国女兰此前呢 在欧洲这边塞尔维亚征战呢 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 那么现在呢 已经是暂时告一段落 但是就在回程之前呢 也知道呢 我们内部也是发生了一些感想的情况 所以导致我们中国女兰目前呢 还滞留在欧洲那边 那么等待隔离结束之后的话 下一步的安排 所以呢其实这一段时间呢 相信很多球迷呢 也都非常的担心 中国女兰的姑娘们呢 到底状态什么样 那到底他们接下来什么时候 才能够回归呢 这段时间会不会很难熬呢 那么每一个球迷都想知道说 这些主力球员 他们心里的感受 到底是什么样的 所以呢也许也是 收到大家很多的一些关系呢 那么就在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呢 中国女兰的主力李梦呢 也是最近在深夜发生表态 并且呢也是回应了大家 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 我们可以注意到 在大概是深夜11点钟左右呢 那么李梦也是在 完成各种各样的一些 准备工作之后的话 他也是在网上呢 发文去表达了自己的 最近那些心态 以及呢描绘了最近 最近自己的一些生活 那么可以看到李梦也提到说呢 其实这段时间的话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 虽然说在隔离当中 但是呢 自己还是正常在保持一个 自我的训练 并且呢也表示说 其实在这里也有一定的相关娱乐项目 让大家呢不要太过担心 而且呢从他赛出的照片来看呢 确实看得出来 李梦看起来呢 笑的还是蛮开心的 好像并没有太多的压力 那么似乎大家的一个 之前的一些担心呢 是完完全全 没有必要的 当然其实我相信呢 对于李梦这一次的一个 突然在深夜发文表态呢 估计姚明作为蓝鞋主席 肯定也是非常的意外的 毕竟我们也知道 此前中国女兰这边啊 有9个人感染的时候的话 当时中国蓝鞋 整个都是非常紧张 而且呢也是非常关心的 立马在第一时间呢 就联系了专家界边呢 进行一个远程的一个会诊和指导 所以相信姚明此时此刻啊 也一直在关心 在担心着中国女兰的一举一动 但是估计啊 他也很意外没有想到呢 像这些竹力居然都如此的乐观 那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呢 回复了网友的关心 回复了球迷的关心 也展示了自己呢 非常好的一面 要大家呢不用操心 所以很多球迷啊 看到李梦这么积极 去面对这样的生活呢 都觉得非常的啊 这个有些难过 甚至想落泪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 即便是李梦展示的自己非常乐观 但是大家也很清楚呢 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的确也是压力比较大 而且是比较难熬的 毕竟呢 这些女男的姑娘们呢 现在还远在欧洲 在国外还不能够确定 什么时候能够回国 所以现在即便是在住在酒店 但是呢 我估计他每一个人心里面呢 都迫切的想回到我们的祖国 都迫切的想和家人去团聚 所以我相信 即便是李梦现在呢 看起来很乐观 但是他心里面呢 肯定也会有一些压力 也会有一些别的一些想法 但是为了让这些球迷不担心呢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的话 那么其实他们呢 也是主动站出来表态 告诉大家他们过得很好 其实也就是想安慰球迷啊 想告诉外界说 让大家不要太过于操心 在中国蓝鞋的一个支持下 他们现在呢 各方面的一些准备 都做的是相当不错的 所以说实话 其实从这一点当中啊 恰恰也能够看得出来呢 我们这些中国的姑娘们 确实是非常的乐观 而且是很懂事 他们和中国女族的 这些姑娘们一样呢 能够吃苦 也能够打出好的成绩 关键是呢 对各种要求呢 也不会交情 也是能够呢 去体恤球迷的一个感情 所以从这一点 我就觉得呢 中国女男 值得我们一直像中国女族那样呢 继续去支持他们 也期待他们之后呢 能够好好加油 好好过生活 坚持啊 争取早日回到我们的祖国 好了 本期的谅载聊球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